在世界里 太多的过去 难割舍难忘记 来长春是第一次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都紧张成那个样子了 你在最后的时候 能够有余地 向你最喜欢的女孩 说出你最想说的话 而且还说我可以抱你吗 你能主动地去追求你的爱 我觉得这就太棒了 最后送给她两个字 加油 加油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情感面对面》 我是主持人范冰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故事 就这样 哪有这么整定 就这样就算定 清清楚楚的 李女士告诉我们的编导 这一堆堆的账本 都是丈夫一个人整理出来的 我养回你一回 你怎么坑我 我怎么大事 我们俩都60岁岁了 你是你哪应该 你不养我 你也不能猜我 为了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丈夫现在可谓是走火入魔 这都是您算的账是吗 都是都是 这都是 等于所有的账都在这呢 基本上每个月他这个进账啊 出账的您都有 都有 都有记载 都有记载 所以您有算过就这些年下来 大概挣了多少钱 大概也就是一人都比60万 60万对于李女士一家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她却一再阻拦丈夫 这让丈夫始终不能接受 两人因此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 那么妻子为何要阻拦丈夫 丈夫这笔钱究竟能否要回呢 他们之间的真正矛盾又是什么 您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我丈夫跟那个我侄儿 他俩在一起做买卖 后来这钱已经说都赔了 我们家那儿就有点不死心 一定得要 就不要去 孩子和我吧 都不同意想打着官司 那这样吧 女士 咱们坐下慢慢说好吗 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这个您跟爱人之间分歧能有多大呢 有啥事俩人不能商量商量呢 商量他也不听啊 他就说他说我太别急了 那您爱人说他不要这个账 您是怎么账 您爱人平常在家是什么状态位 这事特别特别的整理吗 就有一点时间就得算账 把我整的现在都失眠 他晚上要算到十点多钟 我就说我说你再算呢 我就又一宿通宵了 没办法了他就拖拖躺下来 等躺下来摆了摆了手机 他看我以为我睡着了 你呼一下解来了 就心里还是不踏实 还便宜地算账 有的时候就一宿通宵 经常这样吗 几乎乎是吧 不算不行 账也不算透了 你日子挣着钱赔着钱 李女士和丈夫都已经年过六旬 两人结婚三十多年 有一对儿女 生活原本十分幸福 没想到从2014年开始 丈夫却失眠于算账 天天算呐 这不是整这个灯 成天成天坐着算 有点时间就算 连五黑都不鞋子 这账就哪样这么整的 这算的 清清楚楚的 就这样 就整吕的呱呱呱的 丈夫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就算账 为了劝说丈夫 李女士和儿女们简直绞尽脑汁 谁说也说不听 就入迷了似的 阿姨妈 就像精致病了要 我也害怕 我说这老年了 这么大岁说了 你说真要得出来 这个精神病个杂症 就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一直都在那看这个账吧 对对对 他就那 他把人盯着口 等一会儿他拿过来 账本你瞅着那口 那再吸一两 有难过你是吧 你就怕啥 他不讲理 要不会来 这状态有多长时间了 这都 都有一年多了吧 他天天算这个账 那你们这家里边 现在还有经济来源吗 就我孩子 我两个孩子上班吗 挣钱吗 我这有点退休费 如果要是没这事 你爱人要不要账的话 他现在能有收入吗 比如能有其他的工作吗 那你干点啥 现在不挣两个钱啊 是不是 多少干点啥 啥现在都没有 在北京这二年 就这么呆着 就整天整天 就整他那玩 那您平常要劝他的话 他咋说呀 劝不进去 说到丈夫现在的状态 李女士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据他说呢 丈夫是一门心思的算账 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甚至全然不顾家人 就连李女士生病手术 都是不闻不问的 那您爱人管您吗 都我们孩子给我买药 我这一做假件 这个那个结局也要收缩 爱人没陪您 您认可阿姨说的吗 不是 刚刚是不是 您这身体状况 您爱人知道吗 知道 我这个三高 血脂高 血压高 胆不存 血高 就是讲那个景东卖 姐姐好几个 好几个那些板块 你爱人陪着您上过医院吗 这点都是我姑姑娘 儿子陪着我去 在药寨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过什么 比如损失 他就上上海 肥料去卖这货去 底子那点裤那点底子货 去了一年 不到一年 我们家这孩子说 妈呀 你待家别待家了 你要待家吧 我爸这不是在那 在哥哥不会做吃 一天就糊弄吃 就这么我就去了嘛 我们周围爸都有洞签了 房子有的人都签完了 就搬走了 就咕咕吊吊剩那几家了 我们的东西全丢了 东西都丢了 家用电器全都没有了 一点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的房子 中空格栏房子 水没有了 电也没有了 被人偷了是吗 被人偷了 什么都没有了 您当时刚知道这事的时候 那心里头肯定得 我就整天哭 我差点没得愚症 您心里埋怨您爱人不够 我整天我就尽早 然后待家我就哭一场 因为这事在家里要吵 大姐我想请问您几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最开始 进行合作这事是谁提出来的 这是我们家那儿 那您最开始进行合作的时候 您是什么态度 刚开始我也心思 都挣点钱不也挺好的吗 是吧 就看有几个月是半年 他俩回来了就说挣钱 一下挣几万或八万的 那我还挺高兴的吧 挺高兴的 那您参与经营了吗 您参与这个经营过程了吗 当时啊 当时我也知道 怎么不参与 不是 就您负责发货 或者什么销售没有 干活没有 他们得上孩子 我怎么干活啊 我在家 就在您老家那边的活 您也都没参与是吧 没有 那您最开始进行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了赔钱的风险 有没有考虑到家庭有可能 亲情关系因此受到损害 因为你们肯定不是第一货 亲属之间来合作这种投资的 有没有考虑过这事 当时那个 我们家那同学真说过 我那枝儿笑了 说哪能吗 这能吗 吃水能挖了挖井人家 要的要的 我肯定要的 但结果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是 那我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 现在您对于您先生 所谓的就是这个债权 您是什么意见 是该要还是不该要 那你说有啥办法 我也没 无能为力嘛 就是 那您今儿来我们这儿 您最大的心愿 是不是想让我们 帮您劝劝您爱人 也让他放手 对 要是不能放手就放手 那您是为什么 对自己有这么大的自信呢 觉得一定能要回来的 我很正常的东西 我自己挣的钱我为啥不要 我不能扳给他 但另外一方面 您又觉得自己爱人 现在这么纠结 非得去要债 您也觉得不值当的 因为日子都给毁了 对 明白了 那这么着 您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们也跟您爱人聊一聊 好嘞 我们也听见他怎么说 那好 好 那您先休息一下 来吧 先生来 欢迎您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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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律师和主任好 您好 您好 这样咱先放边上那箱子 这是什么 全是账 就是刚才您爱人说的那些账本 这坑我 这还真是随身您都带着 坑着我架破一枉 这都是账本 都是 就是这二年从上海回来 就开始盯整 盯口的那儿 这您都从哪儿连来的 这些东西呢 给厂家给出的账 这是给哪发货的账 发货的票据 对 王绿也一起来看看吧 这么多东西 他一门要拿着那个箱子 跟他算的账上去 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后来整理的 原始的单据是哪些 这是原始的 这是原始的 原始就是这个出入库的事 厂家工具 把电脑给拔下来的 定造罪 这个厂家那厂家得来回跑 您去管厂家要的 那都不给钱嘛 您是以什么身份 合伙人 以合伙人呢 他都知道了 就是您是出了这事之后去要的 还是之前就有啊 这这个以前那有的吧 我俩摔会上让它烧了 烧之后我回厂家 我说那个没了 厂家从那个 我们09年 09年11月1日开始 那个货单马力就给我打出来 从这上面就能体现出来 对 这是最全的了这个 他说赔都不好是 这个冷库是租赁过来的吗 租赁的 谁租的 我租的 是您的名义 个人名义租过来的 都是个人名义那地方 这别说了 现在还说什么 你说心痛不痛 那您现在这些该拿的单据也好 该补的东西 现在都补齐了吗 基本都补齐了 就差一个 我们俩合伙都满了 没有协议 那孩子我都说是认了 他就不吃心 不安 咱差不多整理好了之后 给它落到一块去也行 好不 您这箱子就摆在旁边 在主持人的帮助下 王先生用了好几分钟 才将他的所有证据收拾好 他收集的这些证据 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 他和妻子 侄子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您这是跟您这侄子 要彻底决裂了 彻底决裂 你这韩带啥不决裂的 他都靠你一下 你也不跟他决裂 这不是您爱人亲侄子吗 都当儿子看的 从哪儿这个事儿完之后 她跟儿媳妇见过一次 那还躲着走 我也当她没有 给我起点疼手碎包叫 这官女儿得了个 那叫不安腿 重弯症神经 你要是不吃药 这一咬你皮去睡觉 这疼是吗 还不是疼 就是痒痒 就是缝里头 就刺呢 谁要谁睡着 你脑子脚心 脚心一下 你试试去那姿勺 没说脸啥嘛 老爷羞育不好的人 你就去玩吧 北京那个就是 宣伍姆这医院了 就是三零级了 我去了四个医院 它确认 要没有这事儿的话 您觉得可能也没这么严重 不会得到别的 没的事儿就是 踏踏实实得干点啥不行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 其实也是能当务不想看的 是呗 那您没想过说 如果要说咱们不起诉 或不追究她这事儿了 咱就退一步了不行吗 退一步我是不能 绝对是不能啊 我凭着能力挣了这钱 你糊润我我就不干 大哥我想问一下 原来她在您家十多年 您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您对她怎么样 那种是小孩十四五岁 一天就跟这把小孩出去玩 回来就吃 也没让她干啥 啥也没干 既不偷不摸的 也没发现她看 也没发现她看 人比啥样的 那大哥您对她就是说 相当于是您爱人的侄子 对吧 那长期在您家住 您当时怎么想的 当时我都一点都没啥想法 我当时我开兵馆 我的房间有的是 再说吃和住这些 都不算个事儿 一个亲手关系 多寒心 做了一阵买卖 还做出圆去了 所以现在您等于就是气不过 就堵这口气呢 是吗 那咱们就像她无耳朵 偷了零这打 掩耳盗零 就像拿你傻子一个程度 没心眼儿 那您觉得 这让谁都明白 谁都放空调 原来做什么的 我是搞工程的 做工程的 那理工出身 就是建筑工程 搞建筑的 是技术吗 还是 技术 是退休以后干的这个生意 是吗 哎呀 退休以后干的 至少我先给先生一个评价 这个先生应该是一个做事儿认真 但性格很内向的人 是不是 据王先生说 当初为了帮助侄子 不光解决了他吃住的问题 还给侄子找工作 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却换来了侄子的冷漠 难道这就是王先生 非要追回欠款的原因吗 那您跟我详细说说成不成 你俩是怎么做起这买卖的 怎么做法的 开起吧 我们 我在家里开个宾馆 我们老伴们俩 往后来我们有个同学 给一个冷户上班 给人家这个经营那个 速冬玉米 他老上往里去 他说了 他说了那什么 老同学啊 这个宾馆 那什么 我弟妹一样看就行 你要是 整点个速冬玉米 到南方去 你不也整点吗 我说那行吧 我说我经营基础不好 我说我有值 我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干嘛 他干嘛呢 合作干系 结果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行 都清楚了 直到这些事 说话说话 第二天我们俩就走的 走到了徐州 所以这事就说干就干起来了 是吧 第一天就是我们俩给他 蹲着卖里的 也没批出多少去 我后来我一看不行 我们俩就上海了 后来你们在上海 扎下根了吗 扎下根了 09年的11份12月份 一直到四五月份 我们俩都搁着卖 我这边发完之后 我就跟车回去 那后来呢 后来您就没在上海待着 他媳妇去了以后 我就回来 扯儿媳妇去了 我就开始发货 那收钱是谁收着呀 都他收 都一边他一边承 都他收 所以现金流是在他那块上的 都他那边 医儿收钱 你就值得在这户户上 上户啊 那你到最后人怎么办呢 那我问您啊 那您比如说在东北这边 需要批货 那货款是哪来呀 他给我邮啊 他给我汇啊 我要是 假如这车大约得十万 嗯 他好了给我打到七万 七万五 那三王队各家政 他少没钱 他真没钱 还是有什么问题啊 您觉得 那块货也是多 鸭的也是多 藏得心的嘛 也没关系上帝子 娱乐样样红 上新啦 全新改版 搞笑升级 延续浓烈的东北风情 融入特有的地域元素 二人传演员 演进田间地头老百姓故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 那又没有路呢 卸不路 你跟我俩抬杠一下 看遍辽宁大好山河 这民家话也太响了 那话这小鸣真坑腿啊 近在北方频道 遇您不见不散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千万家 博士千万家 那我想问您啊 您到啥时候真正发现 出问题了 找不着他了 那怎么回事 那就是啥 他和林江生了两折祸 给你打过去十二万 先送拿的那个船票 刚开始 王先生并不明白 但侄子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 突然提出不干了 这张意外发现的船票 才让他开始细细琢磨这一切 船票是吉林林江区七四法院 这是为什么会给他发船票呢 人家那边老婆给他发两十八米 他不给人钱 也给他发船票 全部给够一年 那您知道大概欠人家多少钱吗 四岁的八万以上 八万以上 然后就没给人家欠 没给人家 在后期他就跑了 像这样的欠款 他在外面多吗 这纸箱钱 纸箱钱 其实他还有欠的别的钱 有 有 有 那船票当时怎么发到您这儿了 人家到上海去 也给船票上的签字到庭 他不给你签字 通过这张船票 王先生才知道 侄子在外面欠了别人 好几笔货款 而且让他接替生意 也是别有用心 也就是说您的侄子实际上 是在另外的一起买卖当中 这个买卖可能跟您关系不太大 一样 他的货 等于也算您的利益 他可以算我们的货 也就是说您侄子在经营其中一笔 这个生意的时候欠人钱了 结果被人告了 告了之后呢 您侄子可能还不上这个钱 或者不想还吧 他你有心不懂 各种原因吧 反正人就消失了是吗 他消失啥消失 他自己让我去接这个摊 他走的 这个事跟您管他要这账有啥关系呢 他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 就说他这个人品问题 这个诉讼 您发现对方的人品有问题 而不是发现债务上有问题 是吧 是这么理解吗 债务不好 债务 您的意思只是说出现了欠占 他没还 对吧 对 但是并不是说在债务上 在经营过程中 对方对您有隐瞒 是您之前没发现的 这个事我真是后期我才知道 不是 那您没找找他呀 问问他呀 找不找他 不是啊 找也没有好去他 他也不再勒你的 我们孩子也是我偷地跟我说 说妈 你别让我爸去的 其实呢我在观察您 我觉得今天咱们在这算这个账啊 不是场合 因为我听到您的妻子 在您上场之前 我听的特别真的一句话是 您现在在家里边算账 能通宵地算 半夜起来算 好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截止到现在 您认定值得欠您多少钱 最次最次60万 最次60万 好的 这个最次60万 如果往前推 哪年得出来的这个数 也就六七个月份吧 是他自己数算的是吗 他就在家天天口吼算 就他算这个账目准确度高吗 他只能少算 都不能多算的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 还在每天在这算呢 有 您对您自己算出来的账 您您觉得不相信吗 不 我相信是相信 有些地方小小圈的地方 你得回顾回顾 究竟哪会错对 不能让人家吃亏 我刚才问的是您认定60万的结论 认定60万 结论 对吧 那个账是算完60万 我就看原来那些 这个票据 哪块那个票据问题 缺不缺少不少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如果要是我 我已经通过前面的算账 我得出60万的数据来了 那么我现在要想做的事情 就应该去怎么找侄子来谈判的问题了 你看现在他就不算账了 据王先生说 之前跟侄子算过一次账 但是被侄子以账目不明拒绝了 所以他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账算清楚 那么既然他现在已经把账算明白了 而且言辞凿凿 他又为什么不去找侄子再次算账呢 那现在你的侄子还在做这项工作 还是已经转换职业了 在家呆着 他转换职业了 您知道他在家呆着呢 在家 你看 那您可以直接找他去 跟他说说这些事 他得说算完账了 他拉倒了 不讲理 跟你去你也是白扯 也是不讲理 必须通过罚了走 罚了乔徐德了 在家算账 我就给他两个嘴巴 或者骂他一顿 我就不要这钱 你最后一次找他谈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算完了 那7万也赔去了 啥都赔我了 我 说是挣了7万也没分找 赔了 当时这账跟您兑完了 您认可吗 认吗 出大的点 这特大特大的 这个出入是您当时认为的 还是说事后发现了 事后我就是 事后发现 为什么要上海去做 我卖那货去呢 一天两天就住一会了吗 就这么来回这么一折磨 我就害怕 据王先生说 侄子将剩下库存 以4万元的价格卖给他 却对之前卖的14车货 挣到的120万块钱 侄子不提 所以他对侄子充满怨言 但面对我们专家的提问 王先生却说后期不挣钱 对此王先生的回答前后矛盾 到底王先生和侄子做的生意 有没有挣到钱呢 我刚才也看到了您拿的材料 包括有一些这个证人 甚至公司都说了 你们挣钱 说这买卖太好了 他们是怎么知道你们挣钱呢 他也不负责公司经营 他也不管账 他也不管出入货 这些信息从哪得到的 他是不是只是 从市场上的一个分析 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或者说从你们口中 听到的这么一个情况 或者忽悠他们的 不是我们一家 那我们家人进货都值得 一月一月都进两次车祸 你想想能不挣钱吗 你说大家都说这生意好 不是他说 别的就是像这个苏州了 杭州了 乌西了 昆山了 就说您刚才算的那些利润 说60多万也好 100多万也好 甚至按照您当时认为 销售特别好的时候 算出这个账 会不会有可能 真正实际的销售情况 和您算的有出入 也许没那么乐观 一点出入都没有 我算得实实在在的 损人不利己 他干 他凭什么去干这 对啊 他自己他把自己的买卖 这么挣钱的买卖给停了 就为了坑你们几个 他不想干了不是 是收益不好 还是他吃不了这苦 这孩子都在家 在一个后期生意 就不太好了嘛 这有点说不通啊 不是后期买卖 就不好了不是吧 包比的买卖 一年好一年坏 一年好一年坏 08年各个厂家都赔上千万 那您觉得 09年缓了 10年大概好 到11年就差点劲了 那先生那您觉得 您侄子有没有可能也赔钱了 赶上好时候赔什么钱呢 那赶上又不好的时候吧 没有不好的时候 我们干这二年多 没有不好的时候 那您刚才这有点矛盾呀 您自己都说一年好一年坏 哥您侄子在这又觉得 没有不好的 这个啊 赶这个 这个风平冷静这个时候最好 09年吧 我们是8月份开始 到10年这钱不成功可好可好 那时候活着糊糊卖 怎么能不挣钱呢 先生 所以说我们那就好了 我打断您一下 我问一下 这产品的销售定价谁定 我们俩定 那是你们俩商量好的 不用商量 就是你们俩 都有销售价格的定价权 对吗 这个按照市场行情 你们可以随时地拨动 除乎有账 没有价格 但是我可以了解 我对方 我说原来我这些毛病怎么走 你是说你跟真正的买家 核实过他们是以多少钱 购入的这个价格吗 他给你们出证明了吗 那得出证明了 那这些定价 您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您也一再说 就是在反复算账 我现在我始终都有一个问号 这账是您算不明白 还是说这账多的算不过来 多 多的算不过来 是吗 你要真有个好歹的 你说要钱还有什么用啊 我这孩子都这么说 他都不听 既然王先生认为 做玉米生意有好也有坏 但却坚持认为 他们做生意的时候 只赶上好的时候了 为了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我们决定连线王先生的儿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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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笔账啊 说是就是侄子 但应该是您的哥哥是不是啊 对 说是他是欠了你们家60多万 您认可这笔数字吗 怎么说呢 之前的话 因为之前那个账吧 是那个割手写的 只有算的话 也是看那个手写那个账 但后期我父亲拿过了那个出户单 用那个出户单那个算 我觉得还挺准确的 我们在做一种猜测啊 咱们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我们是按照一个理论上的一种结果 来计算最后的利润 但有没有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成本 有可能造成利润的下降 有可能造成没有这个 你父亲计算的这么高的这笔收益 对 主持人您说的也有一些道理 但是吧 就是因为那个玉米的行情 可能全年的话也是那个一个状态 可能不会变化太多 你也认为利润应该是 就是基本上稳定的 对对对 基本上稳定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你父亲说 说这卖玉米的价格 其实也是一年好一年坏的 它是有波动的 然后但是呢 你父亲又说 你们赶上的这个年头都是好年 就没有这种波动的时候 我到底应该认可哪个说法 采信哪个说法你觉得呢 因为那个好做 如果可能你有一家做的话 可能就很好做 对吧 如果两三家在一起的话 它就不是那么出户不那么快了 但是它也是有盈利的 这个您能了解吧 你的意思就是利润 可能到后来越来越薄了 对 它主要影响在哪呢 一个是这个场地的费用 对 可能出户没有原来那么快了 但是它这个数量还是一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你认为你爸爸算的这个钱里边 60多万这个钱里边 你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余地吗 这个我觉得没有 我爸其实算这个账 他也综合了很多因素吧 既然你们都觉得 这个算的账是挺客观的 那为啥不去找你这哥哥去要呢 或者跟你这哥哥去聊一下这个事情 他就是也不是太讲理 他说很多东西都愣了 后来我爸看那个出户单 能体现一些数字 就是因为出 进户 它是有一定数量的 出户也是有数量的 王先生的账目到底是否真实有效 你们肯定不是第一货 亲属之间来合作这种投资的 第一是太总 第二是这笔账 那这大姐我说实在我就是你妈 你好 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合作 呼号啊 追债之路又将何去何从 身体要紧呢 还是身外之物要紧呢 我看出来了 他就看不出来 最开始录制到现在 这账我一点也没看明白 妻子再次上场 能否化解丈夫与侄子间的矛盾 所以跟您这半个儿子去要这钱 您心里头也揪的话 成天空我差点没得预症 我踹你打你都不为我 咱为什么呀 那时候出马 他俩到一起 我还怕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你也不敢让他们碰上 是 儿子的劝解 又能否给一家人带来转机 成功 那个失败也好 我觉得要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进行关注情感面对面 请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欢迎关注 辽氏北方有才俱乐部 欢迎您到辽氏宝宝贝财新门 北方有才俱乐部轮件 学习理财知识 了解理财产品 老百姓买理财 最关注的就是安全 不套路不跑路 北方有才俱乐部 与跟最权威的金融机构合作 安全第一 收益有保证 北方有才俱乐部 生财有道 稳致富 娱乐样样红 上新啦 全新改版 搞笑升级 延续浓烈的东北风情 融入特有的地域元素 二人转演员 演进田间地头老百姓故事 车道山田 必有路 那又没有路呢 谢不路 看遍辽宁大好山河 这门两块也太香了 这小鱼真坑溃啊 近在北方频道 与您不见不散